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谭松运公司注销隐退圈传闻 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在娱乐圈的风云变幻中 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引发无数的猜测与传闻 近日 谭松运名下公司的注销 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十字 激起了层层涟漪 退圈传闻也随之不静而走 人们纷纷好奇 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明星在大众眼中 总是光芒四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谭松运 这位以清新自然的演技 和甜美可人的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 一直以来都拥有着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然而 公司注销这一事件 却让人们心中充满了疑问 首先 从商业角度来看 明星名下的公司注销并不一定意味着退圈 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商业生态中 明星们的商业布局和决策往往是出于多种考虑 公司的注销可能是由于业务调整 战略转型或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 也许谭松运的公司注销只是它在商业领域的一次重新规划 与它的演艺事业并无直接关联 其次 关于退圈传闻 也不能仅凭公司注销这一单一事件 就轻易下结论 明星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变数 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暂时休息或者调整工作节奏 但这并不等同于退圈 谭松运在演艺事业上一直兢兢业业 他的作品也深受观众喜爱 或许他只是在这个阶段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或者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中 再者 娱乐圈的传闻往往具有夸大和不实的成分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 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很容易被放大和传播 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 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些传闻 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 等待官方的回应或者更多可靠的消息 才是明智之举 从谭松运的演艺历程来看 他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青春活泼的少女 还是坚韧勇敢的女性 他都能演艺的入目三分 这样一位优秀的演员 相信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 最后 我们也应该给予明星一定的空间和理解 他们在承受着巨大的公众压力的同时 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公司注销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和猜测 让我们以平和的心态 期待谭松韵在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用他的演技和魅力再次征服观众的心 总之 谭松韵公司注销引发的退圈传闻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 不要被传闻所误导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真相会浮出水面 而谭松韵也会在自己的演绎道路上继续前行 天上的妈妈在守护着他 打不倒他的终究使其更强大 在当今内渔圈这个众星璀璨 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 若论及童颜美人 谭松韵无疑能够当之无愧地 成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1990年出生的他 演起学生来也毫无违和感 就拿他在最好的我们 这部剧中的表现来说 谭松韵所塑造的耿耿这一学生形象 无论是那清澈无邪的眼神 还是充满朝气的笑容 都仿佛是从校园中真实走出来的少女一般 不过身处娱乐圈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尤其是持续活跃的明星 总免不了被评头论足 有人就说一把年纪了还演学生 演技能提升吗 遇到这样的情形 实际行动总是最有效的反驳 有一次 一位导演找到他 期望他于一部校园戏剧里 再度出演《初中生》这一角色 然而谭松韵毫无犹豫回绝了导演的邀约 过去出演学生角色 首先是因为当时演戏机会有限 不管角色如何 每个机会都是成长的过程 其次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感受和视角 年轻时演学生角色 可以更自然地传达那些年少轻狂的真实体验 看似长着一副稚嫩的脸庞 其实具备成熟的思想 结合谭松韵的过往经历来看 他的表现只能让人更加佩服 谭松韵生于普通的家庭 无强硬的背景之称 在2018年 正值其事业出路锋芒之际 母亲却惨遭车祸不幸离世 她的人生自此失去了一份坚实的依靠 那年的跨年夜 与众人来说是个团聚的日子 可是对于谭松韵而言 却堪称恶号降临之时 她的母亲遭遇车祸 酒驾的司机肇事逃脱 致使母亲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其后历经二十多天的竭力抢救 无奈最终还是离去了 打击远远不止如此 谭松韵不仅没有得到肇事者那份 本应有的诚恳道歉 反而还要承受来自无良媒体的恶意重伤 某些媒体为了拨眼球 赚流量 完全不顾事实真相 捕风捉影的编造谣言 声称谭松韵在母亲抢救期间 与男人约会 进而给她扣上了不孝女的帽子 要知道 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刻 谭松韵满心忧虑 时刻牵挂着母亲的安危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而这些媒体的恶意造谣 无疑是在她悲痛欲绝的心上 又狠狠插上了一刀 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传播 不仅对谭松韵的个人声誉 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更让她在本就艰难的时刻 承受了更多等不该有的压力和痛苦 亲人离世 谭松韵足足缓了半年 才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 接连参演了锦衣之下 以家人之名八月未央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她评锦衣之下连续一个月 位于寻议艺人新媒体指数前五 并多日寻议新媒体指数破九 其饰演的原今下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此外 谭松韵始终热衷于公益事业 屡次针对疫情 暴雨 山火等突发状况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 所以才更渴望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谭松韵就是这样的存在 她深知生活中的艰难与困苦 也更能理解他人的不义 她是那样一个灵动秀气的女演员 一颦一笑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仿佛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娇艳而迷人 背着满满的活力 如同清晨穿透云层的阳光 温暖且明亮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 她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努力追求着艺术的真谛 为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 这样美好的她 应该得到的是由衷的赞赏而非无情的打击 在纷尾中 我们就要重新做一个 作品 我们就要重新做一个 在纷尾中 这一步 在纷尾中 我们就要重新做一个 我现在再说 我们都要重新做一个 项目 感谢观看